第152集 身子飞到了两百多丈的高空之中 长发女子手里的红绫一挥 虚空之中的水汽竟然蜂拥而来 化成了一道数十丈长的鞭子 随后抽到了那朵乌云之上 那朵乌云被长发女子的鞭子瞅中 微微地震颤了一下 种种怪异的声音陡然间从乌云里传了出来 随着这种怪异声音的出现 这朵一直凝固的像石头一般的乌云 瞪时松动了起来 隐隐地露出了一道身长千丈的影子 看着长发女子的表现 蟒蛇成的两颗成竹脸上都露出了震撼之色 这条千丈巨蟒厉害无比 腾云驾雾呼风唤雨乃是她的本领 没想到这个长发女子竟然能够凭着自己的修为 硬生生地将千丈巨蟒的云气剥夺掉 这种本事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两位成主的想象了 好 蟒蛇成的大成主瞳孔微微一缩 大声地喝了一声 徐黎仙子好本事 请坚持住 我们立即发动攻击 长发女子微微点头没有说话 龙天生就能够控水 这条千丈巨蟒 刚刚借着水汽做出种种的攻击 即使两个半步真道的高手也抵挡不住 而长发女子凭着手上的红铃 还有苦苦修炼而成的九天柔 水爵硬生生地与千丈巨蟒争夺水汽 这才让千丈巨蟒控制的云雾散开 水汽乃是千丈巨蟒最厉害的武器 只要能够把水汽清除千丈巨蟒的实力 就会大大的削减 蟒蟒蟒蟒蟒 蟒蛇城的两个城主 见到乌云微微散开之后 两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喜色 各自激出了两全 真道高手的强悍之处 就在于精神力量和肉体的先天真气 精神力量能够沟通天地 真道高手凭着强悍的精神力量 和体内的先天真气 可以借用一部分天地的力量攻击敌人 蟒蛇城两个城主没有进入到真道 但他们毕竟是半步真道的高手 调用一丝天地之力还是可以的 两人击出来的四拳 蕴含着可怕的天地大力 拳进一出 天空中的云气都被排开 虚空似乎都被打出了一道伤痕 千丈巨蟒被长发女子牵扯之后 身形略略地迟滞了 就是这么一迟滞 他瞪时被打中了一拳 可怕的拳进 将他上千丈的身子打得弯曲了起来 千丈巨蟒大吼了一声 百丈巨蟒的大吼 已经能够震死五到七重的高手了 千丈巨蟒的吼声 比起百丈巨蟒的吼声 何止厉害百倍 这一声大吼之下 整个蟒蛇城都被吼得震动了一下 处于千丈巨蟒下方的污者 都被这一声巨吼活活地震死 长发女子嘴角溢出了血丝 她凭着手里的红铃 与千丈巨蟒争夺水气 几乎是凭着一己之力 与千丈巨蟒应拼 千丈巨蟒出其不意地一吼 震得她气血一至 一下子就受了伤 长发女子受了伤 蟒蛇城的两个城主也不好受 千丈巨蟒这一声大吼 主要就是冲着她们来的 一声大吼之下 两个城主都吐出了几口鲜血 体内的血气沸腾不休 两位城主根本就没空去理会自己的伤势 两人不怨而同地发动了攻击 千丈巨蟒的实力虽然强悍 但她淫叫的时候 还是要隔上一点点时间的 这一点点的时间足够她们做很多事了 隆隆隆隆隆 蟒蛇城的两个城主 发动了拼死的攻击 面对这种凌厉之极的攻击 饶使千丈巨蟒实力再强悍 也有点消受不住了 她一边大吼着 一边缓缓地离开了蟒蛇城的上空 三人一忙边飞边打 不大功夫就已经飞出了数万里之药 深入到了沼泽之中 来到沼泽不久 无穷无尽的水汽就汹涌而来 将三个人都淹没了 不好 蟒蛇城的大城主大喝一声说道 蟒蛇大泽里面水汽充足 最适宜千丈巨蟒作战 我们跟他拼了 呼 两个城主的一只手合在了一起 然后大城主手掌须须的一按 一只巨大的手掌瞬间出现在天空之中 狠狠地朝着千丈巨蟒拍下 这一掌乃是二位半步真道高手的 合力一击 就像是天空突然倒塌下来了一般 不说巨掌中的威力 单单是那种可怕的气势 就有着不战而驱敌之位 蟒蛇城的两人 同时发动了最强的攻击 而一直压制着千丈巨蟒的长发女子 也是发动了自己的攻击手段 她手里的红铃一挥 化成了一道数十丈长的红光 朝着千丈巨蟒卷去 她的一击看上去没有任何的威力 但两个城主拍下来的巨掌 都下意识地避开了她的红铃 似乎这红铃之上 有着什么可怕的东西一般 千丈巨蟒知道 这三个人已经是拼命了 她大吼了一声 一条巨大的尾巴 斜着风雷之上 斜着隐隐约约的闪电 狠狠地抽象三人 哄 三人一忙全力硬拼之下 发出来的声音如说 实质一般扩散 方圆百里的动物都被活生生地震死 草木也在这一声可怕的声音之中变得粉碎 散意出来的静气 就像是飓风一般扫过了天空 天空方圆百里的白气与雾气 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轮烈日明晃晃地出现在天空之中 千丈巨蟒挨了三人一击 天空之中掉下了数十块鳞片 身体上的鲜血就像是泉水一般喷出来 痴痛之下 千丈巨蟒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吟叫 最后他冰冷的目光狠狠地盯了三人一眼 肠腓一般往下方冲去 将那条百丈巨蟒的尸体带起 瞬间消失得无形无踪 蟒蛇城的两个城主与长发女子 三人都被震得倒飞数万丈 嘴里的鲜血像狂喷而出 三人都受到了极重的伤势 蟒蛇城的两人一声不吭 展开了身形急速赶回蟒蛇城 在刚才的硬拼之中 两人的伤势都极其严重 他们必须立即返回蟒蛇城 利用收藏而来的各种药物来治疗 临走之前 蟒蛇城的二城主 遥遥地望了长发女子一眼 目光之中 闪动着一丝奇异的神色 留意到二城主这种神色 大城主微微摇头 以密技传音道 二弟 你还是少打这个女人的主意了 这个女人刚才凭着一己之力 硬生生地压制着千成俱芒 实力高深莫测 他修炼的九天柔水绝 气脉悠长 且擅长于疗伤 别看他现在受了伤 真打起来 他绝对不会弱于我们 我们还是赶快地返回蟒蛇城 疗伤为好 二城主心有不甘地点了点头 他修炼的功法 已经到了瓶颈之处 如果再无突破的话 他最多只有二三十年的寿命了 正因为如此 他才打这个长发女子的主意 他本来打算 趁着长发女子受伤的时候 强行地将她制服 然后想办法汲取她的原因之气 一举突破瓶颈 进入到真道之境 但这个长发女子刚才的表现 让她瞪时不敢妄动 千丈巨蟒 只差一点点就能够成为蛟龙 这么厉害的巨蟒 这个女子竟然能够凭着义气之力 牢牢地压制住 这种实力 即使在半步真道之中 也是顶尖的了 即使两个城主再自负 却也不敢贸然地 去招舍这个高深莫测的女人 长发女子没有立即返回 她的身形落到了一块石头之上 双目紧闭 体位着刚才的战斗 刚才的一战之中 她也受到了极重的伤势 但她却也见识到了千丈巨蟒的空水之处 从中领悟到了不少的诀窍 如果能够将一些关键之处误通 她的实力必将有所精进 突然 长发女子的双目一睁 轻贺道 谁 没有人回答 数十只长剑 悄无声息地舍来 这些长剑上面 显然刻着某种阵法 飞行起来 不但没有声音 而且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远远地超出了声音的速度 长发女子的脸色微微一沉 手里的红灵一扬 这数十只的长剑 瞪时被红灵卷中 化成了粉末 长发女子虽然将长剑化解了 但这些长剑之上 蕴含着极大的力道 被这数十只长剑上的力道一击 她刚刚平静下来的气血 瞪时又翻腾了起来 嘴角再次渗出了鲜血 这时候 一个声音 响了起来 徐黎仙子 我们又见面了 仙子刚才大展神威 将千丈巨马都击败了 让在下 好不佩服呀 随着声音 一个背负常见的中年白衣人 缓步地走了出来 此人身上的气息 沉雄至极 明明是一个人 但给人的感觉 却是一座山 长发女子看了一眼来人 缓缓地说道 梅云天 你先是以长剑试探我的伤势 然后又跑出来 堵住我的退路 你居心叵测 梅云天哈哈一笑 说道 本人哪里敢对徐黎仙子 居心叵测呀 我是见徐黎仙子 身受重伤 想将仙子接回去 治疗一下伤势 顺便照顾一下你而已 本人一举一动 都是出自真心的呀 长发女子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说道 梅家费了极大的心血 才培养出三个五到九成的高手 现在看来 你们家族的心血 注定是白费的了 梅云天哈哈一笑 说道 徐黎仙子 看来伤势有点过重了 说话都有点条理不清了 来人哪 给我把徐黎仙子 扶回去 随着梅云天的声音 长发女子的身后 陡然出现了两个老者 这两个老者身上的气息 同样的强大 竟然也是五到九成的大高手 梅云天不动声色地将背后的长剑抽下来 心里一阵的喜悦 她已经困在五到九成后期很久了 一直都在找突破的机会 现在大好的机会就在眼前 只要将这个伤势极重的女子擒拿下来 她自然就能够获取对方的原因 从而一举突破到五到九成巅峰 开始问顶真道 呼 梅家的两个老者刚刚出现 一道红光骤然地卷向了他们 这一道红光速度快地不可思议 并且在红光闪起的时候 漫天的水雾突然地出现 即使他们有着精神力 也是无法反应地过来 两个老者先是感觉到自己全身 被一股强横的精神力量锁定 最后无穷的水气凝固到了他们的身子周围 他们齐齐地大喝 刚刚想抽身而退 脱离险境 一道红光已经卷中了他们 两个五到九重的大高手 被红光卷中的瞬间 全身的骨骼和经脉 正是寸寸地破碎 当即气绝身亡 啊 梅云天目睹了两个家族大高手 瞬间身发 瞪使目自欲脸 长剑一阵 两朵九个花瓣的梅花 倒燃出现 瞬间 印象了长发女子 长发女子一举击杀了两个 五到九重的高手之后 嘴角再次地渗出了鲜血 见到对方发过来的 两朵九瓣梅花 她手里的红铃骤然一卷 施展出了巧妙的手法 将其中一朵九瓣梅花 甩到了一边去 然后硬生生地 接下了剩下的那一朵 哼 长发女子接下了九瓣梅花 忍不住吐出了一口鲜血 她与千丈巨蟒硬拼之后 伤势本来就已经很重了 接下了数十只长剑 又出手击杀了两个五到九重的高手之后 伤势就更加地严重 而仙子 实打实地硬接下一朵九瓣梅花 她压下来的伤势 瞪时就发作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徐黎仙子 你杀了我家族的两个高手 我只能是借你的原因 一用了 梅云天在刚才的硬贫之中 也深受了重伤 不过 她的伤势比起长发女子 要轻伤许多 见到长发女子 忍不住吐血 她当时大笑了起来 听着梅云天放肆的大笑 长发女子的眉头微微的一皱 呼 又一声巨响传来 原来 被长发女子巧妙的手法 甩到一边去的那朵九瓣梅花 竟然飞到了数百丈之外的 一个湖泊之中炸开 掀起了漫天的水中 这时候 一件让梅云天与长发女子 都感觉到意外的事情 发生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